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剥削它 我们没有真正把它当作母亲 把它当作是我们这个大地的血脉来看 所以佐水溪已经失去它的生命力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 张园地区的环境问题 事实上都跟佐水溪的水智院 被剥削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当然水利单位 要付起最大的责任 那不只我们这样讲 水公司水利会 他们也这样讲 那那个水利会 他们有一些人就跟我讲 吉吉兰河园开始染水 他们水利会在下游的水井 就是赤铜走六这边的水井 瞬间降了两米 我们知道那个一个工程 如果你挂到那个地方有地下水 你要把它抽 抽掉 才可以继续施工 那个要抽到降一点点 要抽很久 要抽很久 才有办法降一点 要降两米可能要抽好几个礼拜 甚至抽一个月 才会降两米 就他瞬间 这边开始染水 下游 瞬间降了两米 那这边也显示说 左水洗的 汗水水 他的 联通性有多好 联通性非常好 所以你上游 开始染水 下游非常敏感 马上就 沉陷出来 所以地层 下陷呢 跟这个吉吉兰河园 活不了关系 那我们也看到一个很荒谬的现象 吉吉兰河园除了 提供农业用水 他也提供工业用水 跟这个 自来水 这个我们叫做公共集水 左水洗流域的水 特别是左水洗粉流的水 根本不适合拿来当公共集水 他拿去灌干道池 这个是最好的 他就是造就这个 灼水敏的 这个原因 因为他 河川里面有 非常丰富的 这些 空物池跟腐石池 但是他拿来给人和那个就是 傻瓜才会这么做 水利战会现在就这样做 他就说 张花云林的人 你不要再喝地下水了 喝地下水会 会引起地层向线 会得污脚病 他没有去 看到说 张花云林 是全台湾 自来水系统最稳定的 最理想的 台风再怎么大 张花云林都不会停水 不会像那个 石门水库 供应的六百万 大桃园地区的人 只要一下大雨 全部 大桃园地区都停水 这几年有稍微改善 因为他砸了两百多亿 去做整治 不过 预期撑不了几年 当初这个 吉吉兰天盖的时候 答应 今天给云林二十万吨的 自来水 结果 一直到现在 每天的出水量 都不超过 十二万吨 经常是在八万吨以下 因为那个水 浊的没有办法处理 稍微一下雨 那个浊度都飙到三千以上 所以如果 各位有机会去看那个 林内进水场 那个真的是 奇观 浊水系的那个泥 在那个 沉淀池堆的 两公尺这么厚 那些本来都是要流到农田里面去的 跨域这个土壤 维持那个地利 但是 他在处理的过程 他为了加速那沉淀 他就加了混零剂 混零剂通常是含铝的 那些土 之后就是不能用了 浪费 支援 支援的严重的措施 原来要给 人喝的地下水拿去给倒置喝 原来要给倒置喝的 地面水 拿来给人喝 这个就其实就是环境 这个问题的概念 好 那这个是衍生出来的问题 这是本土杀成爆了 因为对 对河川 水之眼过度的剥削了 会导致 整个河川的 干涸 那这个 环保祖或是 是 水之眼 水之眼